我最近我发现一个无敌爆炸匪的地方 强烈建议大家去那边打野知道吗 百分百出好东西不出你打我 今天想不想还得看得了 今天手上的套只有18万的组 不过还好有七头七甲 和一个卓越狗杂 把金条卖掉正好购买子弹 诶等等 好主你的背包呢 我预了呀 你没得背包的嘛老板 让我们看看天赋 天赋有38点 天赋38个38个可以玩 那我们点上背包扩容和无视复作 然后整理好物资 背包背包塞满了 背包去哪儿折 兄弟们极具性价比的一级背包 兄弟们极具性价比一级背包 已安排上兄弟们 不是豪华七级包买不起 而是野人一级包更有性价比 买完背包我们直接猛攻 看我能否帮可怜的浩主走出深山 开局出生在优势复活点伐木场 浩主的全部身价都在我身上兄弟们 一级背包极具性价比兄弟们 可能你们这辈子都很难遇到这个一级背包 狗都不玩 那既然是浩主的全部身价 我们先在挖掘机这里摸个物质箱 再走安全门下辅射 不跟山村复活点的人发生冲突 我给啊 山红 我们一级包东西先塞进安全箱 没有开兄弟们 那个箱子的暴率很高 我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开 知道吗兄弟们 到达辅射 我们先把安全门的物质和文件柜摸一下 看我们这版能不能帮年轻的浩主走出深山 摸完安全门就出了一根金条和蓝图 浩主你还是在深山当野人吧 最近脸上电梯来脚步了 跑远了 那我们先进工厂里面 我们从侧面摸过去抓他 果然在这里 直接带走 打完这个附近应该没有人了 我们先把二楼箱子密集的地方 先摸了再去填他的包 诶 又有脚步 这什么意思啊 我刚到就倒下了 打这个人的枪身在左边 我们先不动 等对面放松警惕 你们看 我们直接打 有自救 距离太远 我们跳下去 给他扔头出木 没有伤害包包 旁边就是砸蓝 两个火他肯定躲不进去 那就跳下来 坤 轻松弹下 这就是游戏理解兄弟们 我们这半面 两个电梯的人 都被打掉了 现在暂时可以放弃摸箱 只要注意另外一半面的动静就行了 嗚 急剧性价比的一级包 兄弟们有没有见过 我真怕我东尔再摸 两个东尔背包装不下 我真放屁 摸完工厂 正要去武器库的路上 正好有个兄弟 在武器库出来 那武器库肯定是被他给摸了 亏大了呀 趁他还没有发现我们 我们绕到侧面 看看能不能打掉他 馋了 趁他没有状态赶紧过来 现在这个装备让他打一下 我们就是 亲一块子一块了 左右两边都丢火 封住他的走位 哎 轻轻松松 放个七级背包吧 好信任 六级也行 一副爹爸爸 一路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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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包 我靠兄弟们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么多火 我这小一级包 怎么装啊 去把boss了 好主意好主意 我们先把盒子里面的物资 运出来放在旁边 再把红色都拿走 防止打boss的时候 有老鼠进来 看到红色箱子 偷吃啊 刚刚作战时 就有一把消音火机灵的声音 趁着打boss的声音 混乱的时候进去 扩卡成光 看看有没有背包 头甲枪头掉了 就是没有背包 幸好音响哥 给我们爆了个六级包 不然这局 怎么打都不知道了 摸完boss再摸一下 刚才打掉的盒子 金字小包 白板 别吃咯 我们把小包和白板 放在我们身上 然后把boss里面的箱子开一下 然后再去把我们刚刚丢掉的粉光 带上 直接撤离 我这算不算上岸了 一把上岸 我靠 背包晒不下 只能忍痛 把头甲丢掉 滚 滚 买个电话去先 稍等一下 买不起电话滚吧 右脚步 卡一下视野 真是瞌睡来了 就有枕头啊 刚说买不起电话 就给我送一个 这多不好意思 那我们直接去武器库二楼呼叫矿机撤离 要头甲还是要变卖物 头甲的话我想想 如果说买一套的话是300万 该把狗牌扔了 换头甲 拿完头甲 我们最后成功撤离 这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找背包了 不然 不会被偷那么多箱子 不过还是带出 价值755万 一键七几套 一页的红色变卖物 可以把卓越西四优 一个一级包换来这么多东西 套主 有没有走出生山 你们说最后地铁不逼拿架枪 让我走开 叫太郎 我怎么看他跟头甲很眼熟啊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一开始一直就是他的 然后呢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开播的时候他只有23的存款 估计去当了一会老鼠去赚了一个启动资金 让我给他打